最近我发现有一个网站它可以线上剪辑影片 就如同你现在画面上看到的free clip 那这个网站一进来你会看到它是英文界面 那其实在画面的下方你可以切换语言 换成你惯用的语言 那接下来我现在就示范一个简单的剪辑方式 我就按新建空白工程 就新建一支影片 然后呢我们就进入到它的剪辑界面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剪辑界面跟我们平常惯用的剪辑软体 其实画面很像该有的基本功能都有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第一个选项是范本 就是一些样板模板你可以直接用这些模板来 企划里面的内容变成你的影片 那再来呢媒体媒体就是你的素材啦 你自己的照片影片可以汇进来 然后呢脱下来使用 下一个呢是文字 你可以加标题啊动态文字在画面上面 好那覆盖呢就是一个就是在可以看到这个缩图哦 好它可以在你画面上再盖上一层的动态的图案 好那元素呢就是一些像贴图的概念啦 好那你可以放一些贴图 让你的画面看起来更生动 好再来呢背景 它可以帮你把一些画面呢弄一些漂亮的背景 好让你的影片看起来更生动 好再来呢下面是音乐 好音乐呢你可以选择它网站里面提供的音乐 或者是说从你自己的电脑上传音乐档上去哦 好那下面还有一个浮水印 你可以在这个影片上方加一些浮水印 有些人可能会加上什么自己的YouTube频道名称 或是说上面写什么 订阅哦按赞哦这类的文字 好那下面更多就是你可以选择你打算输出的影片的比例 好而且呢它这个不同比例下方都会告诉你说 这些比例通常是用在哪一个平台上面 你可以看到16比9是什么 第一个是YouTube 第二个是FB 第三个IG 第四个是什么 不太清楚耶 所以每一个比例都会有不同的适合用的平台 有抖音啊有其他有的没有推特那类的 好那我现在先选择16比9好了 因为我大部分的照片影片都是16比9好我们就选他 好再来呢我要先把我的素材媒体放进来 好我就从本地文件 本地文件就是说我自己的电脑 好那我来挑选几张照片跟影片 好那我就挑个三张四张照片好了 影片呢我也来挑个三支影片 就这样子了 好那我按开启 好那这些素材呢它就会上传到这个网站上面咯 你就可以开始来进行编辑的动作 好那我现在呢就先来看一下我素材进来了 好接下来呢我要把它们放下来 好那我可以这样子哦 你看它还会有声音哦 因为有影片哦 好那我现在第一个画面呢打算放这个好了 天空的 好那我就在右下角按一个加 好它就帮我把它放下来咯 好那再来呢我第二个我想要放这个好了 好又按加 好那按加的时候它就问你说你这支影片要不要做一些剪辑的动作 前后要不要切掉 我们可以来看看 好如果说我打算就是这么完整出去 那我就不管它了 好就这样子 取消 我下来 诶没有诶那我要直接按了吧 加 剪辑 我就完整进来了 好第三个我要放这个画面 好它就放进来了 第四个放它 好那我来剪一下好了 稍微看一下 好那我前面几秒不要好了 到这边不要 那我就把它切到这边来 好切面不要 好当然你后面也可以不要一段了 好那 确定之后就按这里 橘色的按钮 好第四个 第四个画面加进来 好第五个 好那我们这个就不剪了 才五秒哦 好最后一个画面放进来 好那我现在呢很快速的 把我的影片素材全部都放到下面咯 这个叫做什么 脚本模式 这是脚本模式 好那我们素材放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帮它加文字 好那你想要帮它加什么文字呢 好我现在来挑一个好了 挑这个好了 这样子 哦加文字 我应该要加在哪里啊 嗯 可以加在这边哦 可是我想要把它当标题来使用 好来看看 这个可以哦对的它按右键 然后按删除 我加错地方了 我应该要先点选 第一个画面 好第一个一格 然后呢 好我用这个 让标题 好然后呢 我要打文字 应该就点两下吧 诶 点两下就可以打文字了 好那我就来写一下文字好了 台 台北 街景 好再加这样子就好 台北街景 好 然后呢 好按好的 好 台北街景进来咯 按右键还可以干嘛 哦还可以复制裁剪 好我们就先这样子好了 我想要放大一点 旋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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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俏皮的感觉 哦它还可以帮你 有那个辅助线呢 让你知道你置中了 好 好我们来拨拨看 好 大概就这样子 好 那下一个呢 第二个画面 嗯我想要帮他加个字 嗯 有没有什么比较朴素 哦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朴素的字 我可以当做是那个 嗯 通常都是拿来当什么 嗯 字幕啦 好我们来加个字幕 点两下 来打字 嗯 好 这样子 很好的 好 我们把字呢 也是稍微挪一下哦 看可不可以放的正中央 诶可以耶 诶 它都有对齐箱 这样很好耶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 这边呢 影片这边我们可不可以加字幕 应该也可以哦 再加这组字幕好了 诶这个有字幕比较好耶 这个字幕呢 有背景 有底色 那 像这个第二个画面呢 背景没有底色 那这个如果碰到我今天 呃 底 底面哦 如果地板是比较白的 我这个字看起来就看不太清楚了 好 那没关系 我们这个画面 我们就用这个背底 好 我们来换一下字 好 再稍微看一下有没有对齐 有 有对齐了 好 那再来这个画面 嗯 这画面我要加字吗 好 我懒得加字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覆盖 玩一下覆盖好了 来放一下什么覆盖呢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 换这个好了 好 装饰 嘿嘿 就这样子 好装饰覆盖 好 那加上去了 好 再下一个画面 我们来玩什么 元素好了 嗯 加什么呢 嗯 这个 这个可以加 我还有很多选择耶 那我来加 这个好了 公屋车 好 放在 这里 好 然后呢 放在这边 这样子好了 放在这里 好 再来呢 下一个画面 我们可以干嘛 加背景 嗯 好像这个 比较不适合加背景 好 后面我们就懒得加了 好 再来呢 我们来看看咯 好 我现在要帮这支影片 加上背景音乐 好 那它的加背景音乐的方式呢 有两种 一个呢 是从音乐库添加 那进来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 很多选项 你可以依照个人的喜好 比如说按愉快 好 类型呢 用轻松 嗯 再来呢 乐器 嗯 先不要选好了 都可以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右手边呢 这边就有非常多首音乐 那你可以来播播看 哪一个音乐适合你的影片 好 那你可以每一个都播播看 好 如果你喜欢某一支音乐 那你就在它的右方按一下使用 那这支音乐就会加到你的影片上面了 好 当然你也可以从你的电脑里面 上传你喜欢的音乐 当作背景音乐 从这里按选择音乐 好 那我这边呢 就跳这一支好了 好 按开启 好 那它就会把这一支音乐上传到这个影片剪辑的平台 好 那上传之后呢 你就不要先急着去做输出的动作 要让系统跑一下 当它跑完之后 你要测试看看 按这个播放按钮 它有没有声音 有声音的情况下 你这个影片输出的时候 才会真的有挂上这支影片 也有音乐 试试看 有有有有 有音乐了 OK 那我们来播播看 好 有进来了 好 可以很明显看 听到就是 影片的音乐已经挂上去了 那这时候你可以调整一下音量 我们调到50就好了 不要那么大声 50 那弹入呢 通常哦 这个音乐哦 放进来的时候 弹入是不用做的 因为音乐一开始的时候 它一定是有一个起始的感觉 但是呢 弹出的时候 我们就要做弹出动作 因为影片的长度一定跟音乐不会刚刚好 那你为了不要让这个影片的音乐呢 突然断掉 好 那就会觉得很奇怪嘛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弹出的动作 那弹出几秒 看你个人喜好哦 好 那再来下面还有一个回圈播放 如果今天你的影片长度 比音乐还要长 那你这个就要开 现在是开启 关掉就是没有 OK 那有开的话 就是如果你今天这支影片有10分钟 但是你的音乐只有2分59秒 它就会一直循环播放 让你的影片不会音乐突然中断 很尴尬这样子 那我这支影片是不需要开啦 开启是这样子 不开也没关系 因为它没有那么长 做完之后呢 我们这支影片呢 就可以按输出咯 嗯 然后最后我们要放浮水印吗 我们来试试看咯 来放什么呢 好啊 频道名称好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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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频道名称哦 嗯 我们来换一个字型 这样子 会长什么样子 哦哦 变大写了哦 换小写看看 嗯 然后呢 尺寸小一点 透明度 哦透明度 位置 放右下角 还是右上角 好 右上角好了 诶 蛮特别的诶 还可以放什么 图片 我可以加图片诶 嗯 我现在没有图片诶 我随便找一张好了 我现在随便放一张 哦 可以诶 可以放图片诶 嗯 我先删掉了 删除 好 诶 连我的文字都删掉了 好 有文字还在 我用文字好了 好 那这样子 我影片是不是剪完了 感觉好像很快诶 好 诶 不对啊 好像还差了什么东西 好 这边有一个东西哦 就是影片 画面跟画面中间 有没有看到一个转场 好 当我点转场的时候 哦 它应该有一些 哦 有很多转场可以用诶 哇 这真的跟那个专业剪辑软体不像上下 好 我们来看看哦 这边有这样擦拭的 向左擦拭 向右擦拭 而且你滑鼠一过去 你还可以预览它的样子 还不错诶 那我们就用什么呢 嗯 放大缩小两个好了 这个 这个用放大好了 用这个 先选了它 然后按应用 好 你可以看到画面跟画面中间有一个 转场的图案出现 啊 这边没有 好 我再选什么 放大 我刚刚说是放大 那这个就用缩小好了 好 我就先用简单的 转场模式来套套看哦 看看效果怎么样哦 我觉得应该剪出来不会比专业的软体逊色哦 而且有可能看起来 嗯 没有什么破绽 嘿 应该蛮好玩的 这个推广起来应该还不错 我来试试看哦 好啦 剪完了 转场转完了 然后呢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还有什么可以玩 哦 还有滤镜哦 我刚刚没有用到 那我们来套个滤镜好了 这个画面 好 最后一个画面 套个滤镜 嗯 换什么颜色呢 换成这个褐色 哦好 换褐色 还有调整 哦 针对画面的颜色调整 哦 这真的还蛮专业的哦 还有呢 动画 哦 还可以做那个 嗯 那个叫做什么 嗯 平移说法 应该是吧 我们来试试看了 我挑另外画面 这个画面 然后我来设 诶 这个没有哦 这个是影片 那只能照片了 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我们来做动画 平移说法 这这类的 好 那我们就放大好了 好 应用 播起来怎么样 哦 有有有有有 看起来就是有那种 慢慢放大感觉 好 那这个影片可以干嘛 这一支 这个是影片 对 这个是影片 我们来看看影片可以做什么 哦 说放一百倍 还是呢 翻转 哦 像左 像右 像上 OK 还有呢 滤镜 一样 跟刚刚那个照片的一样 调整 哦 这也可以调整颜色 再 哦 这个可以放慢 或放快 哦 那我们把它放慢 好了 放慢 0.5倍 好 0.5倍 好 哦 有有有放慢的感觉 哦 还不错耶 这样子我觉得我已经剪的差不多了 基本用的那些功能 我都稍微玩了一下 之后还可以再多玩一些点啦 我们先这样剪 好 剪完了之后呢 就要输出了 好 我按一下 输出按钮 那我来登录一下好了 好 剪完才发现要登录才能用哦 好啦 我现在呢 要输出我的影片了 好 那我应该要输出什么格式呢 嗯 如果说我今天是免费的账号 没有付费的情况下呢 只能输出480p的画质 但是如果我今天呢 有付费的话 嗯 它是以年费来计算啦 有付费的情况下呢 你可以输出到1080 1080p的格式 OK 那我现在呢 就来输出看看好 1080 好 按下一步 好 那这边呢 我就不做片头了 好 那影片名称 好啦 我来输入一下好了 嗯 好 然后按输出 我来看看哦 通常就是影片如果 檔案越多 影片时间越久 你可能呢 要等待的时间 当然会久哦 哦 当然你家里的网络速度 如果不够快 也有可能要等很久 不过对于我们一般人 如果要剪那种短影片 short 抖音的影片 好 短短的 大概一分钟内的影片的话 其实我觉得以现在的网络速度来讲 应该不会觉得太慢啊 那我们现在其实大部分的人 如果说你不是专业的剪辑的人 我们通常都是希望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可以剪出一支影片 那我现在觉得这个网站 其实就很符合我们的需求 哦 那还要转呢 等四分钟哦 好 等他吧 因为我里面有影片 可能会比较久 就稍等他一下吧 好咯 经过漫长的等待 其实也没有很久了 好 经过几分钟的等待呢 我刚刚那个不到一分钟的影片 终于要完成了 我们来看看成品会长什么样子哦 嗯 嗯 然后呢 他问你要下载到哪里 好啦 下载到我的电脑里面 把它存档 OK 他可以同时上传到 我可以选择到不同的平台上面哦 好 我们来看看 下载下来会长什么样子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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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可以看到呢 這支影片用很简单方式完成了 好 也就是说呢 你电脑不需要安装额外的剪辑软体 你只要浏览器到这个网站注册账号 好 然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剪辑 剪辑输出呢 就可以直接把影片download到你的电脑里面 好 那接下来你看你要怎么用什么样方式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看 都可以 好 那以上呢 是这个free clip 这个网站的影片剪辑的基本操作方式哦 那我之后可能会再研究一下怎么样剪会比较漂亮哦 那敬请期待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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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